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货币银行学上 好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十一讲 第六章 金融体系的信用 那么其实这个信用的观念 跟前面的自信是一体两面 也说金融体系要有自信的基础之下 才能够发挥信用 那么当你要有信用的素养 你才会有自信的这样一个修持 所以自信跟信用可以讲是一体两面的 当然信用是货币的延伸 它也是所有金融商品交易的基础 更是带动一股经济成长的动力跟来源 有一个国家它都透过信用的一个使用 来代替货币 使货币的功能效能产生最大的一个效益 进而才有办法是一个国家 透过信用这个协助 使经济能够欣欣向荣 使每一位国人的就业才有保障 所以这个信用对整个经济体系 金融体系所有的活动 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成就的基础 所以本端年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 了解信用的意义与功能 第二个 了解信用的类别 第三个 了解信用评估的要素 那么各位同学我们来探讨这个信用的意义 跟功能当中 先给各位同学了解一下说 这个信用它是货币的延伸 它还是所有金融商品交易的一个保障 那么这个信用 其实它既有内在跟外在的一个价值 它的内存的价值 就是说你承诺企业的意志力 它的外存的价值就是说 你兑现契约的执行力 所以一个信用 如果说你没有意志力 你没有执行力 信用都不能存在的 而且由信当中 各位同学你看看 信是人跟人所做成的 表示说一个人所讲的话 要有信用来激励我们 警惕我们 而且语言 它是一个承诺跟力量 语言嘛 Language is promise and power 就简称了LPP 所以有些时候 各位同学你可能很忽视 讲话的那个后遗症 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 你清性寡性 清是这个性 而不了解这个性 你要承担很多恶因 所以人体人世间真的 时时刻刻我们都在噪音 也就是说你讲过了忘掉了 所以话不能乱讲 你饭可以乱吃 话绝对不能乱讲 因为它所承担的因果 非常地重要 宁愿少说 而不愿多说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意气 每一个人都有一股定乱的意气 问题说很多因因果果 我们不知道 轻易地用言理上的一种诉求 难免就会掉入 因果的陷阱当中 所以顺便给各位同学了解说 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一定要有信 这是众人所必须有的 当然没有错 如果社会上都有信 也没有什么违约风险 没有诈骗人 没有等等 但是因为这些人 不了解因果关系 以至于他冒犯这个因果 当然他必须承担这个苦难 我们真的会有 给同学了解 今天我们坦白讲 我们今天活得六十几岁 我们也不要讲一些 无中生了 这也要背负因果 这个不是说你信不信的问题 确实是如此 所以各位同学 从金融市场的 金融体系的窒息跟信量 真的你好好去体会 好好去警惕 好好去耶稣自己 我相信 人生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 但起码也不会造恶 我想照有来生 我想活好一点 当然有些同学说 我今生活得很无奈的 问题你今生的结果 是你前世做得不是很好 所以你也必须 面这个欢喜一对 因为今生的结果 就是你前世的因 所以说每次讲到 这个信用跟自信 感触比较多 我希望各位同学 大家能够由中去体会 所以读师不是说去避他 而是由中有哪些启示 有哪些警惕 有哪些应用 使我们人生的价值更高 使我们这一生的灵性 更进步 更健康 我想对我们来讲 应该都会有帮助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探考说 信用的意义 那么信用的意义就是说 债务人在未来一定日期 对债钱人支付价款 或偿还之能力 所以说各位同学就可以了解说 信用的存在 是以现在换起未来 所以你要使人家 把现在的钱财给你 当然你对他未来 要一定补偿 所以这是一种相对的 那么由此可知 那么信用受受的关系 也就是说债钱人在未关系的 这个成立 是具备两项要素 第一个信任的要素 就是说债钱人 对债务人的一个信任 有信任就有信心 其实人世间都是信任跟信心 加过程 人跟人之间往来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时间的要素 也就是说 债钱人跟债务人之间 他给付时间的 不在同一个时间 他以现在换未来 所以什么事情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常常告诉同学 什么事情要看你一点 想生一点 因为你用短视 会看不到长眼的利益 所以人世间常常为了 短期利益而忽视 尤其围观者常常说 我把短期做好一点 长期它是差家的事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 严重的瓶颈的盲点 我们不是说求国家未来 我们说我的位置 目前不要发生问题就好 什么都不敢动 什么都不敢做 光占其位 才使我们的竞争力 降得降低 这是很麻烦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看到问题 大家都很急 就没有人敢去做 当然这是一个宿命 很多宿命真的无能为力 因为全国 国民都比承担这种苦难 也没有办法 因为这是一个宿命 所以信用的这个前提 一般有纪别的四个要件 有时候信用成立的前提要件 有四个 第一个 它有交易性 比如说有交易的行为 没有交易行为就不会成立的 第二个 它有货币性 可以用货币衡量 所以物交换 为什么就没有办法产生信用 因为它物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衡量单位 第三个 要有一般所讲 负利性 也就是一旁起的资金 一旁起的利息 所以这是很简单一个对称关系 第四个一定要有这个相对性 有债钱人 有债务人 所以人世间很多都有相对性的 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二个观念 信用的功能 当然信用可以使货币的功能 发挥到极限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票记的思议 当然票记的思议 最后的结果还是用货币 但因为它刚开始发生不一样 其实旧结果都一样 这个顺便给同学分享一下 很多事情的起点跟终点 其实都是一样 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人世间没有什么对立的 可能彼此之间的起点跟终点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大家只要用一点心 心量大一点 很多的共识就可以形成 很多的力量就可以集中 就不会这样方向作吧 今天如果说没有信用的事实 整个经济不会发展 坦白讲你今天都透过你口袋中的货币 那我请问你 一张支票可以代表万万千千的数字 跟你实际上要拿到万万千千 你看看都不方便 光这个方便性 就可以知道它的不便 所以很多事情只要用心思维一下 你的行为应该都很健康 你的观念应该都很正确 你的修行应该都很容易 修行只是修成我们日常的行为 当然一讲到修行 大家讲到迷信 好像只有宗教才可以修行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都是一个修行 那么信用的功能有五大功能 第一个它可以振兴国民的经济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各种票据 将除夕者多余的资金 变为生产性资金的最终力 所以信用票据的可贵 再建的可贵 是将没有生产力的钱 变成有生产力的钱 教育的功能是将一些没用的人 变成有用的人才 结果我们现在都将一些有用的人才 变成没有用 因为现在学生的求学各方面 跟我们早期上课完全都不一样了 方向左本 而且它可以凭见老师 它可以凭着这种方式 所以我都有试验过 你这个学生多给他骂一点 上课迟到了 不来的 你给他警告一下 他一定到最后给你写得很难听 什么话都敢讲 他的报复心很强 你说这个社会和谐 这个社会安定 其实没有这个规定了 所以很多的爱变成历爱 造成学生的伤害 这个后果还是要去评估 所以什么事情不要太理想化 学生就是必须要遵循 这个纪律 老师教不好 你就应该离开你的工作岗位 因为你不能误论指定 结果告诉你 现在都顛倒 什么事情都讲关心 真的 第二个 扩大有效需求 因为信用的工具 可以增加我们的购买力 可以增加我们的效技巧 如果说我没有钱 我就可以透过商业本票 到货币市场来发钱 真的 我没有钱 我可以到营辆去借钱 因为有信用 营辆相信我有还款的能力 所以信用是弥足珍贵 但是我们一定要遵守我们的承诺 我们的承诺 我们的兑现 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执显 一定要去付出 那么第三个 加速资本行程 因为信用工具 可以助长资本的充分利用 我欠钱 我就会发行工资债 我可以发行股票 对不对 也现在的生产都医伪性生产 间接性生产 借来的钱买机器 再有机器来生产材料 再有生产材料 赚的钱来还银行 良性的行银行 再有第四个 第四个 调节货币的工具 也信用工具 可以发挥创造货币的功能 因为只有透过信用 营养采取办法 用一块钱创造十块钱 它的存款准备率 只要10%的4% 它的乘数就有10倍 倒数嘛 所以营养经理跟你讲说 我有一块钱 可以变十块 真的 我有一块钱 可以变20块 就是假的 再来第五个 第五个就是说 便利信用的这个交易 便利信用的这个交易 也就是信用 可以发挥替代货币的功能 所以各位同学 因为有的信用 使我们的经济活动 心心向的 坦白讲 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经济活动 我们不能忽视 就是信用 带来的一种贡献 再来第二个 信用的类别 这个信用类别 不是给同学一个了解的 它最主要告诉你说 因为信用的背面 就是风险 信用的类别是告诉说 怎样情况之下的信用 比较没风险 你自己要去评估 自己要去接着 人数先坦白讲 都是选择的问题 你选择对 那么你人生 就会有亮丽不错的未来 你选择错 人生可能就会有 比较坎坷的记忆 当然关键在你的选择 追根到底 在我们的因果 那么信用的类别 我们可以就六种层次来分 第一个 以信用性质来讲 有公信用跟私信用 当然公信用的信用 一定大于私信用 像政府的财政信用 公债 纸币去强制信用 公司行号所发行的 公司债票件 这些就私信用 当然公信用强于私信用 公信用比较安全 利利比较便宜 私信用比较贵 第二个 就信用的对象 那么有物的信用 跟人的信用 那么物的信用 它指说对物信用 是指基于债务人 所提供担保平的价值 等于或高于债务 人的信用 当然 就是没有提供任何的单保物 所以为什么银行换款 一定强调要有单保物的比例 没有单保物的比例 物的信用比 就避免风险集中 想望风险分散的这个道理 再来第三个 以信用的用途来分 有六个 第一个 购买机器设备的信用 跟生产信用 第二个 如果说提供 新的建筑物的新机器的购买 叫做投资信用 第三个 如果说提供一些工资的 原料的一个 为了支付工资原料 所办理的短期融资的信用 叫商业信用 第四个 如果说你办理一些投机 像政建的融资 叫投机信用 第五个 一般消费信用 买汽车 一些日常用品 耐酒品 电冰箱 叫消费信用 那么再来第二个 是政府信用 财政信用 因为政府有些调节国付收支 他也必须发行工资 国付件等等 那么再来第四个 以信用期限来分有两个 一种是 不定期的信用 也就是说 没有约定还款的时间了 再前准随时通知 你就必须还了 好像活起的信用 不过一般理论上 例如通知放款 原则上你一个礼拜前 要通知人家 当然你可以随时要求取回 不过也不能解 再来第二个 定期信用 那么定理现在说有一定的时间 没有到时间 你可以不必反 分了三种 短期信用 短期的融资 中期信用 像一些一般说 仓储的融资 半耐久性的 柴后的购买融资 长期购买机器设备 第五个 以信用来源来分 有国内信用 例如说 国内的共同基金 在前准随时都在同一国之内 第二个是国际的信用 像海外共同基金 在前准随时不在同一个国内 第六个 那么以信用的 以信用的这个标的来分 有商品的信用 你交易标的为商品的经济性的交易 货币信用 是以货币为标的为金融性的交易 其实商品信用 最后还必须用货币的了解 就它的起源来讲有分别 就它的终点来讲 是没有分别的 到最后你还是用货币来了解 这样的债点债的关系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再来我们讲说 信用的评估要事 那么了解信用评估要事是非常重要 因为银行的业务就是融资 所以它融资也就必须了解说 你的受信对象安全与活 或者你的呆账比例就会评高 所以说银行受信 银行受信 为评估风险 及管理风险的事业 故银行受信的本质 为风险的评估 及风险管理 所以银行的换款 办理换款是 既评量客户信用的价值 这之基础 有5W 5C 所以这句话各位同学要了解 银行是社会风险的承担者 银行是承担所有的社会风险 因为银行的客户是不特定社会大众 每一个人都是银行的有价值的客户 因为它必须承担社会风险 所以它平行来讲 它是管理风险 它是评估风险 其实这个观念 你现在这么多元的社会 人跟人之间这么样的密集 往来这么密切 这个观念还是适合人跟人之间的 往来的一个了解的基础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5W 5W就是说在我们也成立为银行 在早期是独资合伙的 这个规模比较小的 在评估人跟人之间的风险 公司跟公司之间的风险 我们一般都用5W 什么叫5W 第一个 我们要了解户 了解何人借款 因为我们要了解借款人的 信用的状况 经营的状况 户 谁来借款 第二个 它的借款的目的 FID 它为什么要借款 你借款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第三个 合物担保 FID 你用什么东西做担保 你这个担保物的 市场性 价值性 跟你的所有钱归属 因为有些担保物是很难变现的 很多担保在市场上是没有成交的可能的 像现在有些要诈骗银行 都用一些没有价值的土地 一借到几亿几亿 好好去炒跟你讲 很多方向组本都可以查出来的 问题 大家都狼狈为奸 很麻烦 第四个 何时借款 我们要了解说它什么时候借款 什么时候还款 时间流程是我合理 也就是透过一个时间流程 我们就可以了解 了解它还款的时间是我合理 第五个 如何偿还 好 你是用你的引语 或是说以债仰债方式 我们就可以做审慎的评估 所以同学这五大标 我相信在个人 彼此之间的借贷 你用这种方式 做风险的控管 应该就可以降低 很多的风险的发生 不要用到什么 5C跟5P 这样就够了 因为你是小额 能够懂得说 何人借款 借款的目的 何物担保 何时借款 如何还款 那么再讲5C 5C原则是属于一般小银行 小银行一般都做这种方式 过去我们银行的作业都这样 因为现在随着银行规模扩大 才用等下要讲的5P 那5C的第一个 叫做品格 人的道德水准 所以很广义的 所以它最主要是道德风险 评估道德风险 再第二个 capacity 能力 企业的获利能力 管理能力 或是人的经营 人生的能力 国家的能力 就是说磕税的能力 所以它最主要是在评估 我们的商业的风险 那么第三个 我们一般所讲的capital 资本 资本是在评估企业的 常债能力 以及投资的财力 所以企业所拥有财产的价值 以性质 以及它的资产跟负债的比例 有没有偏高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要了解的一个问题 再来第四个 担保物 colletor 是说每个企业 每个人 所能提供抵押品的总类 价值跟变现性 也就是最主要是它的市场性 价值性 以它所有权的归属 也就是共有的尺分 真的很难解 那个有跟没有 几乎都一样 那么第五个 也就是一般所讲的condition 企业经营的一般概况 只在了解客户数 具有往来的价值 所以由此各位同学 本来在过去是3C 加上一个单保物就变4C 加上一个胃也变5C 其实品德跟能力 品格跟能力 属于管理面 资本跟单保物 是属于财务面 展况是属于经济面 所以5C我们可以针对客户的 管理面 财务面 经济面 来加以做内外的一个掌控 跟分析 就可以降低营养换款的 呆坏账的比例 再来看第五批 五批它是从5C 进化而来的 因为坦白讲 5C比较重物性 它是强化你的单保物 反正你借的钱 不管做什么用途 只要你单保物够的 营养就换款 其实营养存在不可以这样 因为钱还是稀少性 要将有限的钱 流入有用的一个生产方向 这是营养存在一个社会的价值 经济的价值 跟环境价值 下一节我们会给同学做一个深入探考 那么五批当中 第一个 Puple 借款人 那么借款人 是指借款人的道德观 责任感 人生观跟贡献度 怎么了解这个人的成熟度 第二个 资金的用途 Purpose 资金的起初 其实这个资金流出 比国外营养都很重视 我们台湾比较不重视 我们很多理由说 我钱借给他 我怎么做 他跑到什么地方去 很不负责任 第三个 还款哪有Payment的 借款人用什么 还款的差异 就是说 借款用还款的差异 一个事情 它是说 银行债钱的第一道仿线 你要先了解 第四个 一般Protection 债钱确保 借款人提供担保 比如保证人 属外 保证人是属于这个 担保跟保证 都是属于外部的保障的能力 其实坦白讲 5P当中的 借钱确保 也是属于第二道仿线 不过虽然是5P 人们还是用这个 担保 还是关键要素 最后 展望 Perspective 借款人的行业别 未来的业余结位 这都是我们银行 现在所用的 所以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的信任的探稿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士教育文化不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